关于这个纪言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当然是就是所谓战国册 当然战国册的时代是晚了 既然它叫战国 你就可以知道它不是以春秋为主 而是写的战国 而是关于战国的 那么这部书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它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战国册 实际上现在的面貌是汉代刘相 它怎么编呢 它自己有过一篇叙录 关于战国册它怎么编起来的 它有一个说明的 所以我们这个书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书实际上真正形成这个面貌 是要到诗汉后期了 但是它应该是里边大量的文献 它所依据编这个书的文献 实际上是比较早的 是早期的 是早期的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里你就看怎么理解的 你泛泛的说战国册是个什么书 你说战国册这部书就是个先行的书 这个话恐怕是错的 因为先行时代不存在战国册这样一部书 你说战国册里面这些事情是 或者一些段落是先行时代有的 那这答案是大概可以接受的 这个它一共按了12个国家进行排列 那12个是所谓东周西周 秦池楚照 韩 魏 燕 宋 魏 中山 大概有12个国家 你们这个查一下都能查到 这个排列以后 这个里面它最主要的地方 你如果了解战国册是最主要的 一个是 这是一部有关于战纵横家的书 纵横家的书 纵横家呢 当然也可以算这个 先行诸 这个 先行各家之一了 先行各家之一 但这个纵横家呢 有一个这个 跟其他各家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纵横家最大的本事就是 其实就是 姚舍 姚舍古存 对这个国军 绰谋划策的 他直接 介入到当时的政治军事 这个冲突 或者这个争夺当中 那么这些人他想干什么呢 这些人是想说到底啊 你从他的代表人物 这个苏秦和张仪来看的话 他其实就是要为自己 争一世的荣华 富贵 他其实简单讲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讲起来就是可以讲 因为后代 评价的一句话 当然不是凭这些人 是讲东汉人的 就是这些人是没有特操的 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一定的这个 信念 没有一定的操守 没有一定的这个 或者说没有一定的主张的 这个都不要紧 你比如说 儒家有儒家主张 儒家你说要干嘛 儒家说这个孔子说 礼崩乐坏 我要克己赋礼 要恢复天下的这个 这个是他很清楚的 道家应该怎么做 道家说你们这个 搞来搞去都不好 所以这个 干脆大家 完全放开 个人按照自己的这个本性去生活 这个是最好的 不要搞那么多繁文如理 这个东西不好 所以他强调要自然 这都有一定的主张 宋恒家 其实他没有一定的主张 你比如说 从书情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那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看他那个书情 书情一开始跑到 他读的书 跑到秦国去 上书这个秦王 据说十次上书 这个我也不知道 到底真的十次 反正多次上书 这个秦王 希望这个秦王采纳他 他的主张 那当时他主张什么东西 他当时是主张什么 你知道吗 合纵还是连横 什么叫做合纵 什么叫做连横 纵横纵横 什么叫横 什么叫纵 连横 他用连横 他主张连横 这个结果呢 秦王不理他 不理他 他最后没办法 他就回去了 回去后当然就是 这个叫什么 追刺骨 刻苦读书 读了半天 读了以后 然后再出来 再出来 然后就是游说 这个关东的 关东六国的国君 最后配六国相印 这个达到他这个 这个富贵荣华的顶点 所以他后来 到那里 他主张什么呢 就开始主张这个 合纵 他就合纵 所以到底是横还是纵 到底是横还是纵 对他来讲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能够取得国君的信任 只要你给我钱 给我位 这个就可以达到了 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人 那很多这个故事 像都可以这样子去看 你比如说这个张 张仪 张仪也是 张仪当时记了一个故事 他当时 有一次出去 大概是在这个 他一开始也出去游说 结果呢 后来这个 在一次宴会上 这个人家怀疑他 只要把他打了 打了把他打得遍体鳞伤 然后抬回家去 抬回家去以后 这个人家说 这个他太太当然就埋怨他 太太就埋怨他 他讲这个 他说 子物读书游岁 安得此辱乎 他说如果你没有好好读书 如果你不读书 他太太是读书无用了 你如果不读书 不去游岁国君 你会受到这个屈辱吗 然后你知道张仪怎么回答他的 这是史记里面记载的 张仪当时就位置七月 四五舌尚在佛 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然后齐气孝月 舌在也 舌头在了 一月足矣 张仪说可以了 只要我舌头在就可以 人家宣言文就说 这些纵横家 他完全就是这个 摇唇骨舌 就靠这个 所以他这个 今天怎么讲 明天怎么讲 关系不大了 所以你看这个张仪骗人了 你如果了解屈原的生平 就知道 这个骗得楚王头都转 他这个都没关系 所以这些人 真的就是说 可以讲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一定之规 没有这个特操的 但是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从这个角度去批评 这些纵横家 你可以讲他没有操守 没有道德 怎么如何如何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也要对他有同情的理解 他们的尊奉的是个什么 实际上是个乱世的伦理 乱世有乱世的伦理 在这个乱世当中 其实这个所谓的道义的观念 比如春秋时候讲的那些 还多少讲 比如说 虽然现在讲这个春秋无意在 但是你去看看 你看左传里面 他要一旦打仗的时候 他这还是有一个道理的 要跟你讲 我要为什么要讨伐你 他还要讲个道理 后来就不讲道理了 没有这种冠冕唐皇的理由 但是这些人 到了战国的时候 好像把这些 这个道义都取消掉了 只是中 这个所谓我们讲 道义和这个 道义和势力这两个 就是完全舍道义而取势力 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 你就知道 他们这些人 当然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但是实际上 你知道这个历史 他们是被 他们是造成了当时历史 但是实际上 他们也是当时历史的 这个 被这个历史所造成的 他们也是这个 是造势者 也是被时势的 被时势所造的 因为你读这个战国册里面 那个故事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 包括这个后来史记 都差不多的志在 你看了以后就可以知道 当时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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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秦 就是说这个 苏秦的秘密 苏秦从秦国 时尚 给秦王十次上书 秦王不理他 他就骆驼的就回去了 回到家里以后 这个 反正他家里 什么人都不理他 什么人都不理他 他父母也不搭理他 他嫂子呢 在那里 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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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支也不下支 也不给他烧饭 什么都不理他 然后他就非常的那个 窘迫 他觉得 哎呀 他想想 他说我这个一辈子读书 读书如果不能够 他自己的体会 从这里面 体会到 就是说我读书如果不能够 因为我读书 取得世俗所认可 那些荣华富贵 这个读书有什么用 所以他就那个 刻苦读书 这个追赐古 刻苦读书 最后然后当然就 非常成功 当他后来取得成功 配六国相印 又回到他老家的时候 当时是怎么对他的呢 原来他父母不搭理他 结果他父母交迎三十里 就是走出这个城三十里 去迎他 去迎接他 然后呢 这个他的 他的嫂子呢 这个就是 他当时嫂子说 匍匐在地 目不邪士 我们现在讲目不邪士 是说这个 很端正啊 那个 现在我们说目不邪士 是心无旁无 不为所动 或者不为所诱惑的意思 那那个目不邪士是什么 是不正眼看 因为过去是目不邪士 表示尊重 表示特别尊重 你直接看人是很不礼貌的 不可以这样直接看 所以他目不 他嫂子就这个 然后他就很奇怪 他就问他嫂子 他可能也是故意的 问他嫂子 他说你怎么会 那个就是 前居而后宫 这个也是成语 那他嫂子就跟他讲 那个话讲的 就是赤裸裸 他说你现在什么 你现在是这个 就是 为尊而 为尊而多金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讲他 那两个话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有事 一个是有钱 你现在地位不一样了 有这个 当然 为和事是相关的了 对不对 你现在钱又多 地位又高 所以这个里面 你去读了这个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这些人 书情当中 实际上也是被 时事所造的 一个时代 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 这样的所有的 看你的事 看你的 看你的权 看你的钱 这个东西都可以讲 中国 照中国过去的 一个讲法是什么 是叫 世道 世道什么 就是交易 很多都是交易 都是一个交易 关系 这个世道 在这个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也 很普遍 当时的情况 很普遍 你们如果读那个 《史记》 那个《莲颇令相如猎传》 你们可以知道 那个《莲颇》 那个时候 他得意的时候 那些门客都围着他 他一旦 这个失意了 那些门客 全部跑掉了 等他又重新 这个当大将军 重新那个了 那些门客又来了 然后这个莲颇 就觉得 你们这些人 怎么这个样子 然后那些 那些他门下的那些人 就很理直气壮地讲 这个就是当然的了 这当然是这样子的 你有权有势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依附 你无权无事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依附 所以这个呢 都算了 这个就是世道 这个世道实际上 是非常普遍的 这个世道就算了 抒情这个让人 惊讶的是什么呢 就这个世道实际上 已经渗透到什么 渗透到这个血缘关系 渗透到这个亲情 就如果在家庭内部 这个世道都盛行 那这个时代呢 恐怕真的不是一个 好的时代 这个恐怕就真的 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所以抒情你可以看到 他受到的 你可以去体会了 因为那实际上 受到的是非常 非常惨的一个 非常惨痛的经验 他在这个非常惨痛的 经验里面体会到 所谓的读书 所谓的有学问 这些东西都是要有用 都是能够卖出去 卖于帝王家 所以这个世道 渗透到血缘当中了 你可以血缘亲情关系当中 这个时代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时代 实际上战国 从抒情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到 所以这些你 我说当然你可以批评 当然你也可以了解 它实际上是为时事所造的 为时事所造 但也可以有个同情的理解 那么关于这个 我们当然重点是要 再提一下它的这个 所谓的文学性 就纵横家 当然这是一个定位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 它文学性 讲到文学性 应该特别重要 就是说国语和战国社 实际上都是记这个 记这个 记言 对不对 记言 但有些 这个 有些研究 你比如说这个 已经过世的像 罗根泽 罗根泽教授 不知道你们知道吧 罗根泽教授 这个原来 原来是 燕京大学 在燕京大学 读研究生的 这个后来在 南京大学教书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这个学者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 研究朱子 朱子学 他呢 对这个 国语和战国社呢 有一个说法 他认为国语里边 所继续的那些 口头那些言说 是什么呢 他基本上还是 以那些史观 出于那些史观的 比的 是比的 就是史观 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那个文字 基本上史观写下来 或者史观记录下来的 是这样的 但是战国社 有一个很不同的 他觉得战国社的 大部分的文字是什么 是原来那些 纵横家的文笔 是出自那些 纵横家的笔下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有一个史观 曾经把它 重写过一遍 所以你在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把战国社里边的 那些说词 那些游说的那些 游说之词 你可以看成是 各个这个纵横家 某一个测试 你可以看成这个 纵横家或者测试的文章 可以看成他自己的文字 可以把它看成他的文字 实际上他认为 国语和战国社是有这个区别的 所以战国社实际上相比较而言 从文学上来讲 相比较而言 它比国语要更加的 可以讲文采飞扬 或者铺张扬立 铺张扬立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当然就是 我讲的文学就是 一个是说 它有很高度的修辞性 它有很高度的修辞性 因为它要打动人 那个话 你去看 它打动人 当然一个是文词上 对吧 它可能就要用一些特别的语句 比如说要排笔 用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它要设定一个 怎么讲 这个 它要考虑这个表 说一句话的这个 前后的设计 怎么造成一个能够打动你 比如说 它要有排笔 它要有气势 对不对 它要有这个对比 前后的 不同局面的这个对比 不同情思的这个对比 然后能打动你 所以它肯定要用 很多很多这样 这个修辞 夸张 变本加厉 这样的方式来打动你 还有一个很普遍的 就是说它要用很多的比喻 要让这个国王能够理解 它要用很多的比喻 所以这个战国册里面 非常非常多的是什么呢 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成语 战国册里面 出自战国册的成语也非常之多的 比如说你们知道 这个所谓画蛇天竹 所谓虎甲虎威 实际上都是战国册里面的 因为这些比喻在游说国册的时候 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能够打动打动人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个里边 这个修辞性里面 实际上也某种同样也体现了 它因为要游说的特点 所以它里面有动达人情的地方 有动达人情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的 这个当时那个周济 就是周济粉齐王纳健 那段你们读过吗 就粉齐王纳健 就那段故事 说他家里的小妾也说他好 他的朋友也说他好 说他没 他和徐公熟没 然后人家当然都说他没 他拿这个例子说没 所以你可以看 他就像他是动达人情的 因为这些人都是利益相关者 或者都是仰仗于我的人 仰仗于我的人 所以他当然会 没有那个 或者说放弃他的客观性 这个会 会当然倾向于我这边说话 他用这样一个例子 这样看出的 这种对人情的这个 人情的通达 动性人情 这些方面 这样都可以看到 所以这些方面 一个修辞性 因为都是要打动 打动人 所以这个非常之多 这是一个修辞性 还有一个从文学上来讲 他有很多很好的 这个场景的描写 有很多很好的 这个场景的描写 场景的描写 我想这个 我只最简单的 举一个例子 最简单的 提两点就可以知道了 你们可以知道 一个是那个所谓 这个所谓 唐居不如使命 这你们知道吗 唐居杰这个秦王 当时就跟他说 那段话也是讲的慷慨 这样的 所谓撇夫之怒 是以头枪地 但是真正我 这个世之怒是什么 世之怒是流血五步 天下搞术 就是要跟你玩命了 就是说 我们这么近 我把你杀了 杀了以后 天下搞术 秦国不是大国吗 对不对 你这一下子 国军死了以后 大家都要皮马戴笑 所以那些话 一段那个话 唐居不如使命 那个很有 很生动的场景性 还有一个大家知道 就是那个 他记得叫金科 金科赐秦王 那一段的文字 实际上跟史记里的文字 是非常之相近的 非常之相近的 就是金科赐秦王的那段描写 那个场景性 那段也是非常精彩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有的人就提出问题了 说这个 这段话到底是谁写的 到底是因为 因为那个 叫什么 这段话是哪里来的 那个 因为如果你想使这段话 是司马迁写的 那当然司马迁的记忆 非常的高超 如果说是原来战国册里 就有的文字 那司马迁只不过把它拿过来 略做点画而已 基本上 就是采用了过去的这个文本 那司马迁的这个 怎么讲 这个艺术手腕 你对他的这个评价 起码对这一段的这个 描写的评价 就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你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是要做这个考定 推考 很细致的比较 说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是谁写的 有这样的 因为战国册这个书是 是这样说了 那么后来当然也有人说法 就是说战国册 因为它陈书在后 这段实际上是从司马迁里抄的 也有 所以这个有人做这个比较 但你们如果是有兴趣的话 你把战国册里面关于荆轲的 是秦王的这段和史字里面去对比一下 就可以知道 它那个场景性其实是非常的 让人惊心动魄的非常精彩 有一个问题要说明一下 可以讲是文史之变 也可以讲是这个 或者说就是文史的这个关系 文学和历史在早期的很多的著作当中 包括中国 包括西方都一样 你如果那个了解西方的那个传统 西方那个里边的所谓这个 古希大这个休息底德的这个历史 和他的这个包括后来这个 帕洛奔尼萨战争史里边 其实都有相当类似的这个问题 相当类似的问题 我真的就简单的提一下 就是说要了解 了解这两者的关系 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关注 讨论到这个问题 他首先关注的就是所谓历史中虚构 他就说讲到历史当中有文学 都是讲历史中的虚构 为什么讲历史中虚构 就是说有很多情节 你比如说这个 就以这段的智术来说 当时这个晋国 这个晋国的国君吴道 当时那个赵顿 赵顿当时就是劝谏 不断的劝这个晋陵宫 劝这个晋国的国君之后 这个国君就非常的恼火 派了一个刺客 派个刺客就刺杀他 然后刺客就要去刺杀他 跑去一看 他天还没亮了 还没上朝了 这个赵顿衣服都穿得很好 坐在那个堂上 这个就是恭恭敬敬的 等在那里准备上朝了 然后这个刺客就是非常的陷入 非常激烈的冲突当中 说这是一个闲 很闲人 是一个闲臣 把他杀了 这个好像很不好 但是这个国君的命令 对不对 我有我的主人 主人让我杀他 我违背 如果不杀他 又违背主人的意愿 又不好 最后没办法 就一头撞在树上 自己死掉了 这个事情不到真的假的 对吧 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个刺客倒真是一个 很了不得的人物 在他身上有激烈的 这个伦理冲突 然后他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 做了化解 这个不说 但后来很多人就问 他说 这个人一头撞死 他心里想什么 你怎么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是 这个很多 这不是我来疑问 很多人都有疑问 就是说史书里面很多 你看左传里面 史字里面 这些史书 我们讲到文学里面都会讲 他这个里面都是虚构 会夸张 对吧 都会这么讲的 那怎么会呢 所以这些事情 就谁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首先关注的是 这个虚构性 虚构性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呢 这个当然是有 里面这些虚构 你可以讲 历史史书当中 历史当中的虚构 具有这个怎么讲 具有这个文学 文学性 文学性的因素 那这个是当然是对的 但我觉得这还是比较 一个浅诚的地方 浅诚的地方 如果要讲得更深入一点 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 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叙述的这个问题 理解这个叙述的问题 所谓这个叙述或者说这个narrative 这个narrative它本身呢 就是它本身这个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有意向性的 它不是 它跟记事不一样 它跟记事不一样 如果记一件事情 这记一个事实 这个往往记的那一点的事实 它是可以证实 或者是可以证伪的 是可以证实 或者可以证伪的 比如说很简单 比如说 某某某 几年几月几月几日生 这个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叙述 这是一个计时 我记这件事情 如果我说对了 那就是证实 如果说错了 那当然你可以反驳 用很多其他的证据 这个出身记录 什么什么 他自己的履历表 把什么各种各样来证伪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这个事情是可以证实证伪的 但是叙述实际上是什么呢 叙述实际上是 不是很多这些事实 作为片段的把它连续在一起的 很多的史书你去读 左传 读实际 包括西方的史书 早期那些史书 它都不是作为一些片段的事实 包括现在的史书也是这样 它实际上是要做一个梳理的 把它按照时间的顺序 就做一个梳理 而且呢 很清楚 有很多 它是 它是有意向性的 它是要做一个这个 梳理 而且呢 它是要做这个 诠释的 它就往往告诉你 什么导致了什么 因为什么导致了什么 之前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说 你当你要做一个梳理 要做一个序 这个阐释 要把一把一系列的事件 按照人们能够理解的一种方式 把它连续起来 在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 你可以想 这个事情实际上一个主观的 或者说这个邪使者 或者这个使家的意向 它的意念 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排除在外的 在这个当中 实际上我们讲 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客观性 如果你说绝对的客观性 我就说能够证实证伪的 那只是某一个具体的事实 你当然要 当你要解释历史 当你要把这个历史 理解成一个过程 把它按照人们能够理解的 这个方式 把它连续起来的时候 这个本身里边就含有主观性的东西 但含有主观性的东西 放在里边的时候 就是说你这个使家 或者这个作识者 或者这个诠释者 他的情 他的思 他的志 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可避免的 都会掺杂在里面 都会掺杂在里面 所以你就怎么来理解 这个 比如说史记里边有句话 讲这个使皇风扇 风扇就是到泰山 对吧 风扇 他讲这个使皇风扇之后 十二年 秦王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这个 前生这些人在广队边里面 讲 提到过这样的情况 他讲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八天桥 就是他上一句讲 使皇风扇 后十二年 风扇这件事情有吧 有的 而且我们可以确凿 是哪一年 什么时候 他到泰山去 怎么怎么样 这是可以确定的 秦王有没有 有的 那我们标志 你可以定 比如说刘邦带领大军 杀进这个长安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个是王 那个秦 那个子英 王子英 出来这个投降 这两件事情都有 有的 但当你把这两件事情 摆在一起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 这个之间 暗示着这之间 有一种关系 当你暗示这种关系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一个判断就有了 就是他有这个主观的意愿在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有意味了 就是这种联系 实际上构成了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 一种理解 构成一种理解 这两件具体的事情 都是可以讲是事实 但是连在一起就有意味 就是表达了一个态度